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应该露出来 你还怪什么看错天气报告 我看到好多现在年轻的女孩 在香港温度掉到15度已经很冷 还是穿短裤 可是还要穿两三双的丝袜 没错 擦不开 又婷露的都是有技巧的 你知道吗 上次很多观众就夸你 说你看人家又婷穿的那个袜子多好 他穿到这里 所以这个玉腿 他就露这么一节节 下面是一个黑的袜子 翻起来的绣花的 观众的眼光就没有错过眼珠 所以我就说很感谢又婷 什么事情里边都有一个女友 连孙杨的车里听说也有一个女友 你告诉我的 女友起了什么作用 微博说这个队友选错 因为他说这个孙杨的事情 就是追尾以后 公车司机也知道 公交车司机知道自己错了嘛 所以就下来说要赔 这个孙杨一笔费用 但是呢 这个好像是车上这个女孩子 觉得赔的太少了 所以呢 就想动用点关系 找警察来帮他主持大局 认为这个公交车应该赔偿多一点 毕竟撞的是豪车 这个修一修可能很多钱 就没想到公交 那个警察被找来了以后 事情就没有然后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队友慎选 这是今天微博上的结论 对对对 那是非常好奇 当时孙杨啊 他的反应是什么 一定很尴尬嘛 女朋友一直在吵 要赔钱 他说走了走了 对 走什么 没驾照没驾照 没有 他可能不敢讲 他不能告诉女朋友我犯法 坦白讲 假如我家的女儿 坐了别人没驾照的人的车 那得了 我是想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 因为你们都不是大陆人 我了解 因为呢 我有一个这个朋友 有一次就跟我在一起啊 就是出了事 我才发现啊 他长期的没有驾照 你知道吗 就是他开车 他开车呢 结果被被被被被查到 当然到最后这个警察 我后来就说 我说你这个拘留的 你知道吗 完全不知道 你一个最这个过程 我都知道 把警察拿驾照 他没有带 没有带呢 警察就说那你身份证 把身份证号码爆出来 过了一会儿 就警察说你下来下来下来 到电脑上一查呀 你这个身份证号码说 你这个驾照 前年就已经到期了 你没有补办 就事实上 你已经无照一年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要拘留啊 你知道吗 就是当然没有 就警察好像还放了他一码 这个就是重点 为什么会放他一码呢 这应该是法律上 一定要拘留的嘛 因为他影响别人的生命危险 他有的时候有一个尺度 就是从这个 您比如说还有人说 拘留15天呢 还有对吧 罚款多少 我想咱不懂啊 我想是有个区间 这个根据一个情节 大概是警察可以 在这个区间内选 这一次处理孙杨 罚了7天 罚了多少钱 这不是公安局交通警就说吗 他们生怕给人家说呀 不公正的 我们是综合了过去一年呢 还不是半年 所有类似的交通违章 这个处罚的这个额度呢 除以平均数 就是所以说 我们给了他一个平均的 人人平等的一个处罚 那这奇怪 那我回去要查一下 因为无照驾驶 在全世界的城市里面 都是很严重的罪 没得说的 一定是坐牢的 可能是马上行政居楼 可能是后来判你坐牢 你没话说 没得只是罚款而已 因为保障影响非常大的嘛 所以我刚才说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以我的假定啊 你们不了解我们大陆人的这种 这种对政见的意识 我想也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孙杨当时啊 完全都没意识到 因为没驾照 我跟你说 他开习惯了 很多人都不无照驾驶 在中国 很多 你想在香港 你觉得 太奇怪了 对 在大陆啊 很多人 你们我就不跟你揭开这个事实 没有这个意识的 所以假 我是说假如 假如孙杨也是这样的话 那么他甚至有可能说 你追了尾了 找警察来 他完全忘了这回事了 你都有可能的 他完全忘了 他没假装这事 我想他如果想起来 还找什么事 赶快走吧 对啊 赶快私下和解拿了钱 管他多少钱走了先吧 而且是名人 总不希望这种事情闹大 人家是真没意识到 自己是个名人 真没把自己 就跟我一样 真没把自己 他说公交车司机 还跟他要了签名 所以这两人之间 看来是没有争执 有时候这个闹上警局 是因为我 你这个两人之间 闹不揉 所以这个公交车 如果还跟你要签名 你如果真的还给了他签名 看来这个气氛当下 应该本来是很 是很欢愉的 这一点是警察来了 可是这件事情啊 我对孙杨蛮有同感的 我不敢说同情 因为我干过这种事 你也五兆多年了 四年 四年 在你们台湾 在你们台湾 台湾 我先说是1980年代 我当大学生 后来大学毕业有一年多 还是 我告诉你啊 千真万缺 我骑机车嘛 你们内地叫做什么 电动 摩托车 很拉风那种 骑了整整四年 我根本没考虑过 要去考驾教 因为路上根本没警察 那时候的警察都去 维稳啊 在台湾 80年代嘛 那根本没有 那有一次 只有一次被抓到 而且也是真的好像拍戏一样 可是也是千真万确 在里门西门町 对吧 以前有个西门町那边 那我骑着机车晚上过去 红灯不能左转 我也不管嘛 我当然不管啊 我没看到警察 我看到灯 我看到红灯 可是没看到警察 对 那我就左转了 一左转 有几个警察在那边 南下来 南下来 操牌了 我那时候才真的 跟你假设的酸羊一样 我都忘记自己没有驾照 忘记了 我就伸手了 掏 你知道吗 左掏右掏 掏的时候我就想到 我根本没考驾照 那这些时候发生什么事 我告诉你 然后在西门町那条路 对面响起 苍生 叹叹 两声 那我杀了 我是香港人 我对苍生多敏感 我们从小看 警匪骗长 哪的人对苍生多敏感 我特别敏感 我马上蹲下来 然后警察还没蹲下来 我就跟他讲 蹲下来 你打工的 工作也不要那么拼命 他就笑起来 他笑起来 蹲在那边跟我讲 你们香港是经常 这样吗 那时候刚好很流行 英雄版车那个电影 他说你们香港经常路上 到处有枪声吗 我说也没有 那是拍电影 那讲了半天之后 大概几分钟吧 然后我就站起来 我就继续杂装在桃毛 说对不起 我好像忘记带 那时候那个年代是好年代 没有电脑 没得查 说孙孙走 因为好像流天流得非常快乐 对对对 那是我生平唯一一次 所以我看到孙杨这个新闻 我非常同情他 作为一个过来人 那但是你说 这个孙杨这个事 你是想到他女朋友了 对那还有一件事情 是我说 这件事情会更多的讨论 因为他孙杨这个人 自从他得了金牌以后 他的这个后面的新闻 就没断过 而且都不是太好的新闻 包括跟老师吵架 教练吵架了 不归队了 就像现在这次 你看连学校也不挺他 说早就想办他了 你看就叫你不准出去旅游 叫你乖乖回 对上训练 你就跑去泰国玩 交女朋友 就特别多事情 也挺麻烦的 所以老师说 基于教育的理念 应该要让这个年轻人 收收他的厌弃 对不对 应该要懂得 学到一些教训 你知道孙杨 他们说有一个外号 我这次才第一次听说 就管他叫什么呢 好像说他的粉丝们 就管他叫大白羊 大白羊 这些挺好的嘛 然后说不喜欢他的媒体 管他叫巨鹰 巨鹰 就巨大的鹰儿 巨鹰 说手伸开三米长 这就一个巨鹰 有没有三米 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无尽顾酒 东风雪铁龙 舒适 时尚 科技 咱们看看孙杨 也就发了道歉的声明了 就是致歉信 就说他因为忙于训练比赛 法律知识淡薄 导致今天的错误 认识反省 但是呢 也有人评论 就说是他道歉什么 诚意不足 就认为他呢 这个觉得这个无照驾 本来就应该是犯法 这件事情应该是不用比赛 不管你们多忙比赛 你都应该要基本知道的事情了 就觉得他不应该找借口 但是我还是感觉 就说是你看 咱们大家就说 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等于是个不好的榜样 甚至什么 我看人民日报新华社 什么都是说 提到很高的掉门 就说你这个体育明星 哪怕是个天才 你也不能这个肆意妄为 等等等等 我自己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就不要骂我 我可不是 我不是给他说话 我觉得一个人 这是一个法治社会 对吧 真的就像人家那个交警大队处理一样 我们除以一个平均数 彰显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你以身是法 该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 对吧 如果有人逊私 因为你是明星 特别的这个清代你 或者后代你 也许都不对 对吧 那这个人 他为这个付出代价 可是啊 老说这个 他是个明星 他是个公众人物 我们对他的这种期许啊 我认为应该冷静 就是说不必过高 为什么呢 就是你对他有这个希望啊 是没有问题的 是很好的 可是这是你的一厢情愿 比方说 你拿了这么多块金牌 你游泳这么样的天才 可是你不要忘记 他22岁 而且呢 有些运动的天才 或者说其他方面的天才 说实在的 他其他方面的条件 不见得比咱们一般人强 不见得的 你像好莱坞影星 在外国的这个明星界 有一种人叫bad boy 坏孩子 我不是说孙杨是坏孩子 现在还看不出来啊 有一种人 那么他就是这么一种人 对吗 他经常会犯一些错误 可是他仍然有他的这种天才 我说的意思是 这种人不能作为榜样 但是呢 有一件事 我们也必须有 就是理性的看待 就是说呀 如果你认为他要当青少年榜样的话 那么我认为 没有什么必要的 必然的资源 供他可以做这个榜样 我老早就说过这个事 我说 你让一个神父 说他应该是我们的道德榜样 是合理的 符合逻辑的 因为神父就受这个训练 你就是学做好人的吗 你的专业就是做好人吗 那么你应该是这样的 对吧 一个高僧 我们希望你啊 清高 不收钱 因为您就是干这玩意的 对吧 专业 你就是你的 可是一个运动员 他是从小比咱们上的道德课更好 还是说他的父母亲 比咱的父母亲 道德素养更高 你知道这一切的 这个条件和资源 导不出这么一个结论 他必然会被培养成一个 道德高于我们的人 当你这边有一个讲词 我不是说同意他们 我说当我们看到一些名人 我们希望他道德比较高的时候 不是说他必然道德比较高 而是他有影响力 他有权力 就回到那一句 很老套的话 权力越大 责任越大 你要把自我控制好 因为好多 或许有些人 会看着你做事情 然后学你 而所以了 就算你不是一个好人 对不起 你成名了 请你 try to be 尝试做一个好人 努力做一个好人 基本上是从这个假设下来 我们才会期待说 请你好好做人 但我想文涛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不应该对任何领域上的这个出名的人都给予道德上高标准的期待 例如说好莱坞明星有很多这种每天稀麻的啊 然后这个漏底裤的啦 然后这个进阶 阶读勒介所十次 但他还是继续在演电影的人 但是你不会说 你怎么会是坏榜样 你不准再有工作了 就是说在西方的社会好像 就是让他就是 be a human being 就是他就是这个人 该怎样就怎样 那我另外要说的是说 例如说我最近在这个微博上会写说 我家的房租涨了 涨了百分之十 这都是吸血鬼什么的 这是事实 这是真的我的烦恼 我回帖就有人说 你别在那边装了 你怎么可能买不起房子 你怎么会有这种烦恼呢 不可能 你不会有我们这种百姓的烦恼 我就是想告诉你说 我也是人啊 我也是这个要为五斗米 就是努力生活 所以大家原来对于你的职业上 会给予你一种折射 但是那我就觉得就是 例如说像我现在可能也是 就是某一部分的工作人物 但我都觉得应该要让你的下面的人 就是你崇拜你或你的粉丝知道说 我也是人 我也有七情六欲 而你要崇拜这样的人也才有意义 就是说他跟你一样suffer 你生活上都有的事情 那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当中 快速的就是能够让我们自己的个性 更加完整的话 那我就会让你觉得说 他做得到我也可以做得到 或者是说他也经历这个 我的经历也不就是没那么大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我就觉得 就说我这个话呀 不是为了孙杨而说 我恰恰是为了像我们这样一些个 可能会崇拜孙杨的人啊 而说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啊 他是一个游泳的天才 实际上我认为他干的任何事情啊 就是这个社会有足够的报应给他 对 没错 广告就可能就没了 他甚至要赔啊 都有可能如果假如啊 然后就法律 刑法一切的他周围的影响 对吧 甚至影响出国参赛 对吧 甚至网上当然骂他 这也是没办法 你就是单得这个名声 就像你说的 你有这个名声 那么你就受得了这个 那没有办法 我说的恰恰是 如我们这样一些人啊 没有必要对这样的人感到失望 因为您过去的希望 就有点不太科学 你为什么要希望 我一直想不通这个事情 比如说我认为一个娱乐界的明星 对吧 你希望 你希望他道德都比我们高 我觉得他应该 他道德跟我们差不多 这是我正确的估计 理论上差不多 但是你说 我有什么理由 希望呢 我得咱上的一样的学 他学的是表演 难道说一个人仅仅是因为名气大了 他就真的能够有足够的自控能力吗 不见得 对 比如说有些演员 他的表演才华啊 在于比如说他是个酒鬼 甚至是他经常酗酒 你知道吗 他的这种状态 他的这种人性和人格啊 与他从事的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才能啊 有时候有某种关系 这就正像说我们小时候老师批评学生 我们的良好的愿望 都是希望 你能不能砍掉你的缺点 发扬你的优点 可是我这么多年看下来 我没见到哪个人真的做到了 而且很难嘛 因为在某个行当 像你说缺点优点 某个行当这两个东西挂钩的嘛 像体育界 高婉童嘛 高婉童 高婉童呢 比较容易做bad boys 在坏孩子在很多方面 在娱乐界 我们说桃花很旺 你没桃花 你怎么混娱乐界呢 所以做娱乐界 你基本上需要非常淫荡 才能红起来 你知道吗 这要挂钩的嘛 可是我们把这个事情啊 退后半步 我想我是这样看的 很多人骂 所谓骂孙杨 他们不见得那么笨 是期待他是个好人 这个那个 其实不是骂孙杨 我们每一次 就像你说你在微博 大家的回帖 我经常会思考 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愤怒呢 那么怀疑呢 其实不是针对你 比方说看孙杨 或说类似的事件 我们看到很多网民的评论 都怀疑法律 都怀疑说 对啊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七天 或说是不是已经放出来了 还有一个留言说 放出来了等等 大家过往太多不好的经验 怀疑 不信任 所以不是针对孙杨 有的时候骂一个人背后 实际是寄托着对社会不满 很多事的不满 香香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活的黄山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石教 口子教 当然这个话说回来 你做得这个所谓公众人物啊 你要是不会做人 那只有自己吃亏 除非你能不在乎 我就发现你看有几个人 当然李娜和孙杨完全是不同的人啊 但是你看都有一样 就是说媒体啊 骂他们 老是骂他们 对吧 对不对那是他们自己的作为啊 但是你看就被媒体攻击 可是你看有些人 好像你就感觉 人家处的关系就好 大家一说起来都赞 这也为什么呢 所以我就说虽然 可能你知道过去 很多的这个新闻就是什么 例如说你拿摄影师的这个相机 就往地上砸啦 你不让大家跟拍你啊 年轻人不习惯私生活被这个 但是这个记者方面啊 因为你就是有这个 可以影响公众的这支笔 所以呢 你平常就惹了这些大哥 他找到你的错误就往死里打 他真叫你平常对我不好 但你说周杰伦呢 周杰伦呢 周杰伦不也是把购的 所以周杰伦现在 你看他 所以有人说你都已经到这个地位 你还跟狗仔计较 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你狗仔是影响他 那狗仔还是看到你就写了 我永远不会帮你隐藏你的绯闻 我也不会让你好好谈恋爱 你签一个 你带一个出国 我就写一个出国 这都是这样 很多都是 这个媒体是有感情的是吧 对对对 媒体是有感情的吗 你说明星是人对吧 媒体狗仔也是人 对啊 OK 基本上我看过一个人物 我就明白 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 我看到周润发 在一个拍电影的地方 我看到他一进去 每个人都叫他发歌发仔 那种亲切 好像看到兄弟一样 我就明白了 你怎么样对人 别人就怎么样对你 我们要看到周润发 怎么对人的亲切问候 我想到一个 我以前在当记者的时候 我们要去跟那个 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去投票 你知道过去领导人的 这个相关的亲属投票 这个都会告诉媒体 因为我们投票时间 是早上七点还八点 一直到晚上四点 通常都会经由随护 来告诉一包媒体 因为我们一定要拍的 然后就会告诉一包媒体 说大概这个公主 我们就说公主或小姐 大概是驸马 大概是中午十二点会出来 那你们就十二点 就全家大家都有 每个人都去拍这个画面就好 但是陈信永远跟媒体 就是对立的 他就是不喜欢被你拍 所以那天我们早起 晚起请他告诉我们 说什么时候他要出来 死不脚 所以我们就从早上七点 到晚上四点 你就要等到他三点五十分 出来的那一项 那个问题之犀利 之不给他面子 到最后记者就说 问此他 就让他生气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 文明启示录 有这种不理性的记者的出现 第二个 Wiii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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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